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有媲美宫崎骏动画的龙猫森林隧道 生态廊道,13公里的林间自行车道 园区是全国最早,面积最大,也最容易到达的萤火虫出没地 不仅生态资源丰富,位于低海拔的位置,才低密度的开发 环境维持得相当好,而近年已经成为新兴的赏银秘境 而赏银的活动也从3月13号开始正式的展开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有媲美宫崎骏动画的龙猫森林隧道 生态廊道,13公里林间自行车道 除了可以见到多种动物,更有夏季主角萤火虫来点亮夜晚 适合游客安排赏银秘境之旅,体验荧光与在地之美 很高兴其实让大家能够营造这个大农大富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能够到这里来亲近森林 亲近我们各种不同棋地所带来的这些生态的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喜悦 园区每年3、4月都会举办赏银祭,为全台的萤火虫祭揭台序幕 今年赏银祭活动在3月13号开跑,每天都有三个题次 这里的萤火虫从几年前调查了四五种到现在 今天我们大概调查了九种 那在整个场域我们大概都觉得可以最早发生 所以这个大农大富平静森林园区的赏银 大农大富赏银活动不仅可以欣赏到珍贵的萤火虫 还有专业导览解说,以及免费的在地特色办首领 音乐会与舞蹈表演 多样性的活动让游客能够好好体验纵谷森林生态与在地之美 记得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